二姐加強票26分玩獸系統 仍被罵翻 欸 你昨天馬拉松了沒 蛤 昨天沒有路跑活動啊 我說的是搶票馬拉松 昨天是二姐將會 加強演唱會的搶購日 早上9點約有34萬名 登入會員的網友上網 搶購約9萬張門票 如果以每人最多買4張票 計算搶票率只有 136萬分之一耶 比考高補考還難 我們現場上就排了那麼久 我們得到單 今天你們賣不到2000張 話說上回寬宏售票系統大當機 樣成2000人盤踞寬宏不走的二姐之亂 這回34萬的搶票也形成大災難 一堆網友反映連不進購票網頁 還有人連上網按提示等待 送出件自動出現 那你這麼傻傻的等啊等啊等啊 等到票都被別人搶走了啦 以後網友訂購成功 卻沒收到確認信心裡毛毛的 不過售票速度比上回快許多 昨中午12點鐘開賣 約末26分 9萬張票就被掃光光 只是沒有超越阿妹上個月底 12萬張門票在12分鐘內 就被秒殺記錄 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 二姐將會左右在臉書感謝歌迷 接下來的日子 不會認真的準備 練好體力迎接25場的挑戰 而針對不少歌迷抱怨購票系統卡住 宏姬表示可能跟網友自家頻寬有關 強調雲端服務正常運作 官司文兵不服開轎 而家裡的電競配備和頻寬都是頂級 但是結果所謂的雲端連網頁都上不了 售票系統的官方作法也無法接受 只是將會確定不會在家場沒買到票的歌迷們 那不如期待二姐的新歌咯 蘋果的新聞 沒搶到校清票就改包紅包給父母賠罪吧 報道